今天分享几个另类的房地产投资机会 意大利国债危机严重 国有资产局最近安排招标出售一系列历史古件 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些世界遗产级别的建筑 可以给律师打电话了 这批资产中可能最耀眼的是 威尼斯圣萨尔瓦多前修道院 政府还拍摄了无人机视频促销 它位于威尼斯市中心圣马可区 里亚托桥附近有三层楼高和两个内部的回廊 整栋建筑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认的世界遗产 它位置优越 游客流量也非常大 有充足的空间和壁画大厅 投标的指导价格是2800万欧元 在北京刚好买一个四合院 如果你更喜欢乡村生活 资金也比较有限 可以考虑买佛罗伦萨郊外的Villa Camerata别墅 它占地18000平米 别墅自身也有3800平米 它是卡索莱家族1427年修建的 卡索莱虽然不及美第奇出名 但起码还是美第奇在生意上的竞争对手 直到价格是750万欧元 比这个价格再便宜一些的宫殿世界主 可能需要比较多的翻修工作 仅仅300万欧元就可以拿下古城皮亚琴茶的 Palazzo Costa Ferrari 它有3800平米这么大 或者拿下它附近的Palazzo Seraphini 只有2700平米 直到价格150万欧元 意大利国家财产局有一个很完备的网站 在里面可以找到非常多的图片和视频信息 祝大家逛得愉快 如果真的买下来了 记得请我去参观 Ciao